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其实不管是在所谓的大中国话论述中 或是回归台湾主体性的论述中 原住民在这所有的意识形态中 是完完全全被忽略的 我们在课本里面能够学到自己的文化 不要说是为乎其为 而是根本都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在这个时间 是在大家在吵闹说 到底要中国还是不要中国的时候 告诉大家说 先回头过来看看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主人 我们已经被压迫被忽略非常非常非常的久 过去400年来的外来政权 利用其强势的文化压迫在原住民族身上 抹煞原住民族主体文化的认同 日治时代的皇民政策如此 中华民国政府至今依然如此 1931年 自治民政府将无缝纳入工学校国语读本 藉由国家机器形塑台湾原住民族负面的形象 直到1989年在原运前辈的抗议之下 才将无缝从教科书中删除 教育改革之后 教科书虽然不再经有布编板 但放眼线型的教科书之中 却仍然只呈现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史观 开发者开疆辟图 赶走原来土地上的原住民 如今我们却在此纪念他们的攻击 无视土地原有者的颠沛流离 现行的教科书之中 刻意淡化除去片面截取 在台湾发展的过程之中 具有影响力的原住民史实 例如17世纪 曾在花东重谷的悲难亡 或大康口事件 七角川事件 牡丹色事件的发生经过急缘医 布色事件的莫娜鲁道 还有抗日战役中的原住民角色等等 在我们渴望建构自我认同 渴望找回失落文化的同时 我们在自由民主的时代之下 却读不到自己族群的历史 学习不到自己族群的文化 这种教育形态 让许多原住民学生 遗忘了传统的文化 忘了自己是谁 甚至忘了自己原本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正常或正确的教育 不应该让孩子失去民族语言 文化的能力 不应该遗忘自己的历史地理 远离自己部落土地 第一 我们的名字是原住民主 不是中国的第56个少数民主 少数民主不是我们宪法的名词 我们享有国际人权公约 原住民族权力宣言 还有人权公约的民族知觉权 首先我们打开台湾的历史课本 我们会先看到 诶 史学文化就像是刚刚老师这边提的 十三行啊 长平冷啊等等 学完之后 然后再放到下一页 你会发现 诶 突然原住民出现了 你就看到诶 诶 各个十四族的 那个原住民的介绍啊 有封年纪啊 有什么纪啊 什么纪 突然后 荷兰人来之后原住民就消失了 他什么时候会出现 他下一次出现的时候 就是在牡丹社 再来下一次出现的时候 就是物色事件 之后 国民政府来台湾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知道 沈宝珍有开山府番的动作嘛 那大家知道在1976年的时候 大港口事件吗 好 那再问大家 你们知道1877年的家里婉事件吗 开山府番到底开了什么山 俯过什么番 1876年大港口事件 造成大港口的部落 整个部落的灭绝 年轻男子的灭绝 只剩下老人女人还有小孩 失去了将近失去了文化传承能力 一直到现在才能慢慢的复兴起来 那加里婉事件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萨奇拉雅族灭绝将近130年 再来 假如战争之后 日本人来到台湾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1896年的时候 有个雷公火战役 这个战役很了不起 这是难得原住民会打赢 对啊 当时的日本人来台湾要准备接收 那清朝的还没有撤退 那这个战役呢 就是在关山的电光部落的人 击退了清朝的进犯 刚刚我是用我们的母语 跟大家问候 这个不是我在学校学的 因为我们平谱族的 上来都是在 就是学校没有教的事情 很多人都以为 已经是在文献上的名词 但是我今天走出来 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在我的背后 还有八千多人 在十年前 我还听到有这个 国立大学的学生 我有跟我说 原来平谱族不是扁平族的意思吗 对有人提到说 平谱族不是已经汉化了吗 平谱族不是相识吗 这些想法都是反映 反映我们教育的匮乏 我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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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国民政府来的时候 就灌信邮 那整个部落 非清非故都信邮 隔壁部落有靠近 这个石头多的地方 全部都灌了信石 那么我的部落 居住在这个 偶干流域 当国民政府来了 就把这条流域 称为大汉席 我国中的时候 就到前山赌国中 那么为了纪念 蒋先生 就把那个国中 称为介绍国中 介绍国中 位于我们部落 称为 比亚善 比亚善是一个纪念 一个太牙族的一个 这个大将 把上 那么这个之后 蒋先生就硬把整个三四十个 散据的居落 称为复兴乡 复兴基地 那么小时候 国小都要成为 要我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但是从来不要让我们成为 堂堂正正的太牙族人 我们太牙族也有自己的发祥地 在叫 但是就堵说 我们是从渭河跟分河 那是我们的发源地 那么这些种种 让我这一个小小的心灵里面 刻画出 我从来不认识 我是谁 所谓的蒋部长 你是不是还一一试着 蒋委员长过去的 一统中华的概念 不干所有在这台湾土地的 任何一个族群 他都是华夏的子群 他都是原皇子孙 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不可选择的 是这样吗 我手上拿了一个 昨天的报纸的头条 各位可以看到 它上面写说 中华民国已经103年了 成立103年的这样的国家 比较较至于我们台湾的历史 它是非常短的 那我再请问各位 那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开始公布 不到70年 那么这个不到70年的 宪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在这个103年的里面 它比103年还要短 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 并没有宪法 所以我要请问各位 到底 宪法 跟历史来比的话 是 宪法是历史的产物 那怎么会教育部 本末导致 把历史 当成是宪法的产物 中华民国宪法的第五条 第一章的第五条 写中华民国 各民族一律平等 那我们想要请问 这个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哪里 平等在哪里 那我们再来看 征修条文第十条 国家肯认多元文化 而且要辅助 援助民族的教育文化 要保障他的教育文化上的地位 要向上提升 那么我们请问 教育部的做法 他有遵照这个宪法吗 如果说中华民国 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话 为什么 这一次的克刚的减和小组 十位成员 各位看 十位成员里面 至少八位是同一个族群 所以这一次的克刚的减和 教育部 其实是违宪的 违背了宪法的精神 所以以上